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89届巴黎车展隆重开幕 中国品牌备受欢注 法国依然有五分之一的加油站 正在经历燃油短缺 欧贝克官员表示 在全球经济不确定的情况下 欧贝克加石油减产是必要的 日元对美元跌至32年来最低点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英国首相特拉斯 当地时间10月20号星期四下午 在首相府外发表讲话宣布辞职 成为英国历史上最短命的首相 特拉斯与1922委员会主席布雷迪 在首相府会面 英国媒体BBC称 现在所有焦点都聚焦在布雷迪身上 看看他是否会告诉特拉斯 已经有足够的人发信 显示他不再得到党内国会议员的支持 特拉斯上任不到两个月 民众支持率便因迷你预算 跌到比前首相约翰逊还要低 有英国媒体称 超过100名保守党议员 准备向布雷迪发信 向首相表达不信任 共党领袖施济贤称 要求立即举行大选 第89届巴黎国际车展 于2022年10月17号至23号 在法国首都巴黎的凡尔赛门 展览中心 正式重新拉开帷幕 作为世界汽车工业国际协会认定的五大车展之一 巴黎车展因为疫情原因已经停办多年 终于在时隔四年之后重新登台 车展主办方预计会有30万到40万人次参观车展 在周一巴黎车展开幕之际 法国总统马克龙也来到了凡尔赛门会展中心 在接受回声报的独家采访时 他为电动汽车项目做推广 他宣布为一半的家庭提高电动车购置奖金 并在2024年初实施电动汽车租赁 他认为汽车100%电动化 是法国再次实现工业化的一个机会 巴黎车展也是中国汽车制造商的一个重要活动 BRT集团在英语中意为打造你的梦想 他们也参加了此次车展 其展台就在离标志汽车几米远的地方 中国长城卫牌汽车的展台 离雷诺汽车不远 参观者还可以发现来自东风公司品牌的两款车型 这应该不是长城汽车第一次参加巴黎国际车展 但是这是第一次我们在欧洲落地 整个长城业务之后的第一次参加巴黎国际车展 我们在这次感受 我觉得这次车展的话 人数应该比之前的会少一点 但是它也有非常多的新的品牌 以及法国当地的品牌一起来参加 然后我们今天有非常多的客户 对于这次车展大家也是非常认可 我们也在这里发布了我们在欧洲的双品牌的战略 以及今年我们在欧洲市场销售的计划 以及我们的产品价格 我觉得现在从整个欧洲来看 最重要的一个点是 在欧欧危机之后 其实整个欧洲的供应出现了一些问题 其实给中国的汽车品牌到欧洲 进去欧洲带来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因为我们在中国的整个制造业是比较完整的 同时呢在当前的情况下 中国产品的品牌 以及质量 主要是中国产品的质量得到了大幅的提升 这个对我们在欧洲市场的拓展 是有很强的一个支撑作用的 今年呢长重汽车派出了强大的阵容参加巴黎车展 我们一共两个品牌到来 一个是这个插电混动的魏品牌 另外一个呢是我们纯电的欧拉品牌 这两个品牌呢全部是新能源产品 所以我们参加巴黎车展呢 其实也是能够代表中国企业出海 我觉得是能够从这个企业来讲 包括从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新能源来讲 我们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我们通过这次展出给德国 给这个法国消费者能够带来这种很好的 这种纯电的这种体验 新能源的体验 给用户带来很好的一种产品和服务 确实是呢今年在整个 全球的物流运输包括我们这个芯片的这种短缺 以及能源的一些价格的上涨等等 对企业来讲呢我们确实面临了很大的一些困难吧 但是我觉得这些呢都是短期的 欧洲呢是整个新能源发展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市场 那目前在全球来讲呢 中美欧是新能源市场的 呃这个三个重要的市场 欧洲呢呃在这个政府 行业媒体以及 用户的这种支持下吧 我觉得整个欧洲的新能源发展还是非常好的 10月20号星期四上午 法国滨海塞纳省刚福莱尔的道达尔能源集团 炼油厂和罗纳省费心的仓库再次举行了罢工 法国之声从法国全国总工会获悉 在早上五点左右的大会上 对罢工运动的更新进行了投票 在刚福莱尔 法国全国总工会和炼油厂管理层之间的谈判 将在地方一起继续进行 工会要求将工资增长追溯到2022年 原因是通货膨胀和公司的利润 对平台的投资以及雇佣临时工 在费心的燃料库 尽管罢工的员工被政府强行征用 总工会的全国协调员埃里克塞里尼说 罢工也已经重新开始 工会表示 征用工作是在星期三进行的 并且应该在白天继续进行 五个道达尔能源炼油厂中的两个仍然被封锁 罢工现在只涉及两个地点 马迪克和拉麦德的炼油厂 在周三晚上暂停了封锁 在卢瓦尔大西洋省的东斯 当天早些时候已经对罢工的结束进行了投票 法国超过20%的加油站 在周三中午时分仍然至少有一种燃料短缺 法国总理伊丽莎白波尔内说 我知道对我们的许多同胞来说 情况仍然很困难 但正在逐渐改善 我想再次呼吁罢工的员工返回工作岗位 目前受影响最大的地区 是伯根地弗朗什孔带省 法兰西岛省和奥弗尼罗纳阿尔卑斯省 几乎每三个加油站就有一个遇到困难 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秘书长 阿里本·萨布特日前表示 鉴于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 如迫在眉睫的经济衰退 欧派克加的石油减产决定是必要的 也是事实的 由欧佩克成员和非欧佩克国家 组成的石油生产国集团欧佩克加 于10月5号宣布从11月起 大幅减产200万桶每天 以支持最近因担心经济衰退而暴跌的石油价格 根据第33届欧佩克和非欧佩克部长级会议后 发布的一份声明 该石油联盟决定 在8月份的产量目标的基础之上 将其整体产量减少200万桶每天 减产幅度相当于 今年全球石油需求的2%左右 欧佩克估计 全球石油需求约为1亿桶每天 周四 沙特阿拉伯外交部表示 欧佩克加的决定是纯粹的经济决定 正面临着高通胀 带来的越来越大的压力的美国反对减产 美国总统拜登说 他将审查美国与沙特的关系 并将对沙特王国产生未指明的后果 据当地媒体报道 日本当局周三重申了 关于日元对美元急剧下跌的警告 日本财务大臣林慕俊一表示 他正谨慎地加大检查汇率的频率 林慕俊一在财政省对记者表示 日本政府将根据现有的政策 在外汇市场适当应对 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燕 也重申了他的一贯立场 即外汇市场的稳定极其重要 并将日元近期的走软描述为 急剧和片面的 他对一个议会委员会表示 日元的这种走弱 使企业难以制定商业计划 并增加了企业前景的不确定性 这对日本的经济是负面的 是不可取的 日本央行发表上述言论之际 日元对美元汇率 接近32年低点149欧元 令主要心理关口150日元成为焦点 日本央行职委会成员 足利承司在周三晚些时候发表的讲话中表示 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和金融市场动荡 带来的风险越来越大的情况下 放弃央行的超宽松货币政策还为时过早 足利承司表示 用货币政策应对短期汇率波动 将增加日本央行政策指引的不确定性 并对经济造成更大伤害 并排除了通过升息扭转日元跌势的可能性 足利承司在演讲中强调 纵观日本周边的全球金融和经济环境 下行风险正在迅速击聚 在下行风险如此之高的情况下 日本应该谨慎转向货币紧缩 他警告称 不断加剧的外部阻力 可能会让日本重新陷入通缩 以上就是本期环宇天下的全部内容 更多资讯还可以登陆欧洲卫视网站 以及关注欧洲卫视的YouTube频道和Facebook主页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